寓教于乐将防灾的观念向下扎根 苗栗县消防局在竹南运动公园办理小小消防仪 让幼儿园学童体验穿消防衣 油锅灭火地震避难等 一千多名的师生透过了闯关的游戏 升值正确观念 小熊昏倒了该怎么办 别急除了打19报案 心肺复苏数这回排场用场 防火防灾教育向下扎根 苗栗县消防局竹南宣导一艘分队 特别为小朋友办理小小消防营 让他们从小就有这个防灾防火的观念 当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可以知道怎么应变 那当然也可以让这个伤害 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我觉得非常棒 尤其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 这么认真的去做这些闯关活动 我觉得很棒 因为在他的这个脑子里以后 就会根深蒂固的知道 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应变 穿上消防衣 变身救灾小英雄 认识消防车 油锅着火了该如何正确灭火 而地震来了 局快速避难 这些知识从游戏中建立 每年都办理很多场的防火防灾的教育 那尤其是针对幼稚园小朋友 我们特别是利用这种情境式的教学 让他们可以深刻在南海当中 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种教育 我们可以持续地做下去 瞧小小消防员认真神情 每一个关卡都是为了学习正确的观念 让小朋友能够来学习 更多的防火的一些知识 那当然此系我们这边 也配合消防局这边 还有防火宣导队 看怎样把这个防火的一些知识 传达给那个我们每位相信 宣导活动将防灾尝试 结合趣味闯关 好玩又有趣 达到欲角娱乐的目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